我预计欧洲央行将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相应的 未来数个月时段内 欧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价会走低 亚拉斯拉夫科萨特博士PKOBP 前不久澳大利亚GDP增长数据公布后 欧元对澳元会价走低 数据显示该国的季度增长达到0.3% 连续103个季度增长 这使得澳大利亚超越荷兰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在您看来 未来澳元对投资者来说是否更具吸引力 您有什么短期前景预测 我认为下周澳元还能够继续呈现积极的趋势 不错的基本面数据和中国经济形势的稳定 应该能够在短期内加强澳元对欧元的汇价 我认为未来数个月时段内 欧元对澳元的汇价应该能够跌至1.47水平 本周欧央行将会公布利息决议 市场参与者认为欧央行将会保持现状 中期时段内欧元走势将如何呢 在您看来 欧央行的决定是否会影响其走势 过去几周里 欧元对美元汇价出现大幅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欧元区经济改善 以及市场预期 欧央行可能会启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所引起的 不过 央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 在通货膨胀没有稳定前 他们不打算收紧货币政策 鉴于全球需求变得越来越弱 我认为欧央行将会维持货币政策的宽松 相应的未来数个月时段内 欧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价会走低 中期时段 欧元对澳元会呈现看跌趋势 那么从长远前景来看 哪些因素对该货币队影响会最大呢 您有何预期 从长远来看 我认为欧元对澳元会价会上升至1.51水平 考虑到美国会逐渐上调利率 亚洲资产负债表平衡收紧货币政策条件 还有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等 所有上述因素将能够阻碍未来两个季度 大宗商品价格的增长 另一方面 考虑到欧洲央行资产购买量超过资产担保债券需求增长的事实 欧央行在2018年将会被迫减少资产购买计划 上述因素在未来20个月里 应该能够促使欧元对澳元会价的上升 特拉斯拉夫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威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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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